OK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下session session的话 我相信大家在参与web开发动的时候 肯定会遇到session 那么我们平时所遇到的这些session 统称为有状态session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有状态session 假设我们这边有一套web系统 是一个融合器 是一个网站 那么当我们有用户来访问我们这个网站的时候 那么这个用户就会产生一个绘画 就是session 那么如果说有第二个用户来访问的话 那么就会产生第二个session 那如果说有更多的用户来访问的话 那么就会有更多的session 那么这些session都是用于维系我们的用户 和我们系统之间的一个绘画 如果说我们这个绘画没有了 那也就代表我们这个用户 没有在访问我们的网站 他这个绘画就没有了 就已经消失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一种绘画 那么叫做有状态session 是有状态的绘画 那么假设 如果说有没有一种情况是无状态session 因为这样是一个有状态 那么肯定也会存在是无状态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无状态session 当我们这边有一套市场 然后如果说我们有一个用户 假设是我们的app用户 我们app用户去访问我们这个网站的时候 其实他是没有绘画的 他是一个没有session这种东西的 我们再看第二个用户 或者说是更多的用户 当有很多用户来访问我们的web系统 访问我们的接口的时候 他其实是没有一个绘画的 他这个绘画是无法维系我们用户和系统之间的一个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app和我们的系统 他访问一次 这个链接就断开了 他下一次再链接的话 他要重新再去建立一次链接 那么这样子就称之为是一个无状态session 那么对于无状态session 我们一般来说 其实我们还是要在我们的后端做一定的控制 现在我们要以一种方式去维系我们的一个用户关系 那么既然我们的web容器就是tompet 无法去做到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依靠我们的radis 就是我们一直所用到的缓存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依靠radis session 来建立我们的手织端用户和我们web系统 它之间的一个关系 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web系统 当我们的abp用户去访问我们的这个系统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userradis session 这样的一个session 就是把我们的用户信息 以一个json的形式 把整个对象保存到我们的radis缓存中去就可以了 那么当然我们的缓存和我们的有状态session 其实可以说是一个类似的 是一个建制队 另外我们对radis 也可以对我们的用户加以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你可以设计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失效 都可以 再看当有更多的用户来访问我们的系统的时候 我们的radis session会越来越多 那么这种radis session 我们都可以存到我们的一个整个缓存里面去 不管是我们的单只radis 还是我们的直群radis 其实都是ok 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来看实际上radis session的一个好处 首先第一个 用户信息存储到radis缓存中 这样子就形成了无状态绘画 便于我们管理 另外一个 这样子也便于我们扩展 当我们一个单体应用 扩展成一个直群的时候 那么这样子 我们的session可以扩展成一个直群 对吧 在我们整个直群环境中 不管我们用户访问到我们哪一个节点 我们的用户缓存 我们的用户session 全部都可以被访问到 那么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 便于扩展 像有些系统 它是靠的是tomcat 它本身的一个绘画 当它要扩展成直群的话 那么它会显得有些麻烦 所以说必须要对它的一个绘画 进行一个改造 好再看 如果说我们使用radis session 那么这样子也便于我们的一个权限验证 那么我们后面会有一个拦截器 我们拦截器是会从我们的radis中 去获取我们的user的信息 好 OK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有状态和无状态session的一个基本概念 我们下一节来看一下 如何去使用我们的radis 去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无状态session